一輛滿載著花崗岩石板的連結車 日前在行經花蓮市府前路和北新路口時 疑似因為沒有妥善加固 導致重達兩噸的石板從車上掉下來了 一度造成四線道通行受阻車輛回堵 所幸大理石板在掉度的時候 沒有砸到過路的行人和車輛 好的 主播畫面中看到 遠景正在設置交通錐 提醒路過駕駛小心路上的碎石板 3號下午1點多 一輛滿載石板的拖板車 從花蓮北新街轉進府前路的時候 由於車上的鋼索捆扎不牢靠 車上的大理石板滑落碎裂一地 遠景貨報立刻到場處理 一起來觀念現場 你開了嗎 我開了 你有發動港來處理嗎 我剛才有進入中心 拜託他叫清理人來清理 你自己也要叫啊 我問一下 本所到場後 立即協助疏導交通 並通知清潔隊到場協助清理排除 全案一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規定 向貨運一引車駕駛除以三千元以上 一萬八千元以下之罰還 由於碎裂的大石板 佔據撫前路四個車道 遠景到場之後 除了立刻通報相關單位來處理之外 也徒手先清理出一個車道 讓經過的車輛可以通行 再用交通追引導車流 單線雙向通行 避免車輛回堵 幸好石板掉落的時間 是在下午一點多 對交通影響不大 隨後在清潔隊的協助之下 順利在一個小時之內 排除路上的碎石板 恢復交通 使用鏡頭照片旁內